美國勞工部於星期四表示 美國失業救助福利申請數量上星期再度減少 但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最近激渣 為美國經濟構成新挑戰 上星期失業救助福利申請經過節性調整後 總數大約709,000人 比前一個星期減少48,000人 這亦是失業救助福利申請人數連續第四星期低於80萬的水平 但仍高於疫情之前的最高紀錄 勞工部表示10月份最後一個星期的失業率是4.6% 失業人口是680萬 這比今年4月份疫情期間的14.7%的失業率有顯著的改善 但美國最近幾個星期 每日新冠病毒新增病例都超過14萬 隨著冬季降臨 民眾在室外時間減少 一些州長和市政府官員被迫再次實施商業活動限制措施 可能在未來幾個星期導致更多工人失業 失業工人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失業時間 已經超過27個星期 美國商務部兩個星期前的報告說 美國經濟今年第三季度增加7.4% 但美國經濟增長預計會在今年第四季度減緩 尤其在如果商業限制措施顯著增加的話 телефон看看 多五分之一 最多的 歇復 超過 更多 五分之一 最多的 五分之二